凌晨5点 中国女排决战波兰情况有变 央视调整转播计划 蔡斌 袁新月看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咱们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 高度关注的在明天凌晨5点钟 中国女排与波兰女排的这场大决战 可以说这场球真的是一场天王山对决 两支球队胜者将会晋级到决赛去剑职本届国家联赛的冠军奖杯 输球一方则在本年度的国家联赛的命运将戛然而止 卷铺盖卷回家 所以说这场比赛谁输谁赢将会吸引着全世界排球迷的高度关注 女排国家联赛的总决赛打到了半决赛这个结构点上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是弱队 所以说能够进行到半决赛意味着中国女排不仅我们强 我们的对手波兰队也很强 打这种强队这种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谁能够在比赛中打得更有气场更有气质 谁在比赛中自信心更足 一是让来开局抢得好 一是让来能够把自己调动起来不慢热 那么谁就有望在这场垃圾战中能够笑到最后 此前的分战赛中国女排我们曾经尝过苦头 当时中国女排其实包括中国女排在内很多球队 都没有把波兰女排当成一回事 因为波兰女排当时在第一周女排国家联赛的时候 她保持了一个全胜 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她不可能一直赢下去 结果波兰女排她的这种连胜的势头越来越猛 打到最后一周所有的分战赛打完之后 人家仍然排在第一位 对吧 这就证明了波兰女排她的整个稳定性 延续性确实做得很好 所以说这支黑马球队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我们在半决赛 与她打的这场关键的这种生死大战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对吧 我们不要把对手想象成一个二流球队 我们就把她当成一个世界冠军来打 对吧 我们抱着拼她的心态去拼她 一个球一个球的拼 一分一分的拼打出我们坚定的必胜的这种信念和气场 只有这样才能够压制对手 而波兰女排说句实在话 其实她毕竟不是世界冠军 毕竟不是奥运冠军 所以说她缺乏那种冠军身上真正的那种气场和气质 所以说打到半决赛这个结果眼上 对于波兰女排 她欠缺这种国际大赛的半决赛决赛的经验 所以说她的球员可能打到这个结果眼上 一上了场 如果说我们一上来开局抢的比较顺的话 她就有可能发懵 这对于波兰女排来说 她就有可能在场上变得非常的被动 因为她毕竟球队没有那种顶级的世界级的球星 所以说对于波兰女排来说 虽然她们依靠着团队的整体能力 打进了如今的半决赛 但是她想要在半决赛的基础上再往前进一步的话 其实这支球队是有一些费劲的 所以说中国女排 我们如果能够迈过了波兰这道坎打进决赛 我们就有非常的有机会去争夺最终的冠军了 那么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我们肯定不能浪费到这样一个机会 其实对于主教练蔡宾来说 她也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困难战的准备 因为这场比赛一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拉锯战 这场比赛的难度 丝毫不会比此前打巴西要简单 因为这场比赛 甚至我个人感觉有可能会拖到第五盘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两支球队的实力都非常的接近 对吧 两支球队实力在接近的情况下 两队可能在这场比赛中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 以及可变的一些X型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谁赢谁输真的不好说 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我们需要更好的树立好球队的自信心 只有把我们的自信心树立好了 那么或许中国女排才有机会 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如何能够树立自信呢 大家都知道 此前中国女排与巴西内场比赛 央视虽然说在凌晨 是吧 深夜23点30分开始直播 一直直播到凌晨一点半左右 对吧 才结束那场球的收视力虽然说不是特别高 但是央视还是给予了中国女排最大的支持 给中国女排进行了现场直播 而这场比赛与波兰的比赛 放到凌晨5点 这个场次说实话凌晨5点的比赛 看球的人就更少了 那么央视还会直播吗 我们刚刚得知了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央视调整了转播计划 将会用CCTV5央视体育主频道 来在凌晨5点中现场直播 中国女排与波兰女排的这场球 也就是说他临时调整了转播计划 将会现场直播中国女排的这场 天王山对决这场半决赛 这无疑给中国女排的球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那些热衷于中国女排的球迷 可以在明天凌晨的5点中 坐在电视机前为中国女排去摇旗呐喊了 这对于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来说 绝对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好消息 值得我们庆幸 那么当蔡斌当袁新月这些教练员运动员 他们看到了央视这样一个力挺中国女排的行动之后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看懂了在这一刻 在中国女排最需要后背力量支持的情况之下 央视和广大的球迷的呼声 给予了球队最大的最鼎力的支持 让中国女排全队上下 坚定了毕生的信念 让球队将会打出前所未有的气势 来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